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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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歡迎收看下午時段的直播環節 午時第一經 我是林志彤 這時先和大家看看 十隻最越來講股中午收市的表現 排頭位有一個騰訊 今天創新高之後又回軟回來 中午收市跌了過六的327元 中移動逆市有得升 升了三毫子 84.75元 另外中資金融股都有些沽壓 平保跌大約1.5% 跌了九毫半 中午收報是58.5元 建行方面跌了一毫一 六共五毫四 美圖公司今天逆市有得升 升幅都幾零例 升了半成上來 中午收報12.88元 升了六毫四 轉看其餘五隻活躍港股 友邦跌了近百分之二 跌了個一 六十個四 公行方面跌了超過百分之一 跌了六先 五共五毫九 國售方面要跌大約百分之1.7 跌了四毫半 二十四個六 盈富基金跟著市跌 跌了兩毫半 二十八個三 匯控方面跌了五毫半 七十七個八這些水平 另外看看升幅方面的情況 威信控股升了一乘四 互益集團升超過一乘二 華多利集團升了一乘 天下桃控股和布萊克曼礦業 都是雙雙升超過百分之九 中國天然氣也升大約百分之九 中國創新投資升百分之九 聯邦制約升百分之八 二大中升大約百分之七 補法集團也升大約百分之七 轉看跌幅方面的情況 碧搖綠色集團跌了一乘四 新華通訊頻媒跌了一乘三 東方明珠石油跌了一乘一 中六跌一乘 中心國際跌超過百分之九 奇展控股 世紀金花幸福控股和華顯光電 另外還有一隻銀建國際 都要跌大約百分之八 之後和大家簡單總結上午的事況 美股終止了十年升 港股早段都表現一般 恆指大約94點之後 曾經倒升 再創26個月的新高 大高位的沽壓開始增加 大股再由升轉跌 一度要跌252點 見過27,602點半日低位 恆指中午收報27,629點 跌了225點下來 國企指數 中午收報1萬918點跌161點半日 成交556億多 另外可以看看沽空榜方面的情況 港股半日供金額有超過四十億 排頭唯有是騰訊 半日供金額四億二千四百萬 刑戶基金供金額二億九千萬 公行方面供金額二億二千九百萬 中心國際供金額一億八千一百萬 另外中行方面供金額一億六千八百萬 另外中行方面供金額一億六千八百萬 但是在7000創新高之後又倒跌下來 那時候暫時跌幅收窄 後市怎麼看呢 短線會否跌一跌五條十天線 短期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始終以來過去的升幅都比較多 而以來今天看到各別的一些大價股 創完一個高位之後 都有一個倒地的現象 不論你說騰訊好 甚至乎你看到吉利那些都開始下跌下來 所以反映一點就是去到這些高位 可能部分投資者都考慮叫做 寫在食屋裡的利潮 形成有少少固滑出現了 再加上今天來計大家也知道 另一個跌的主因 都是外圍那邊 有些局勢緊張的問題 特別加上眼你看到特朗普都發聲 說到北韓的問題 當然又不是說一定會開戰或者會打仗 但是一有這些言論 一有這些聲音的時候 都令大家覺得 關係局勢緊張之下 市場就避險了 那你見到今早 那些錢就一來流出股市 形成股額也多一點 再加上就拍到日圓、金等 這些避險資產裏面 所以以今天來說 再加上這刻 下午剛剛才開了五分鐘 但是成交都已經570億了 變相反映一點 就是有些高位 真是大家在離場的一個現象 當然後市調到多深 當然初步先看十天線 二萬七千五 但是留意也是業績期 始終未來這段時間 還有其他男手都公布業績 譬如剛才說的騰訊 下個星期也會公布業績 如果這些都是對版的 其實市整股完之後 我都覺得還有機會 咬妖系向上試一試 但是當然出來 又比較審散一點 變相借勢再回心一點 又不是沒有機會 但是初步這一刻 看著雷十天線 做第一陣米之遲為先 好 之後可以說三百八港交所 中午收市之後出了業績 看看純利升了1.7 中期息每股2.5毫半 成交方面 頭半年聯交所 平均的每日成交金額 大概是760億 按年升到1.3 新上市公司的數目 和集資額方面 都是分別錄得 大八成和兩成六的增長 單看這條數 有沒有不滿意 其實條數方面是挺不錯的 所以下午回來 什麼都不要說 你見到說了股價 都跌幅收拾 其實明顯市場是挺收貨 因為以原本很多大行的股價 或者綜合來說 平均預算上半年 多賺大概中溫數1.1 但結果今次都多賺1.7 貼近整個預期的上限 所以是一個挺不錯的表現 當然最主要當中的受惠 剛才只用這個講 就是上市費用的增加 這個按年升到八成多 那麼多 再加上個別的一次性的利息收合 例如雷曼那邊 一些清盤的利息 這裏都五千多萬 變相都可以局部地抵消到 例如LME那邊的 一些成交量下降因素 所以其實以業績上看 是挺理想的 再加上剛才提到的成交 上半年其實大家知道 這些按年上比較是回暖 但是所謂最旺的那一刻 就是慢慢第三季回來才更明顯 這些都完全在業績上未反映 所以變相如果這樣看 業績來說都未反映這一陣 成交特別大的情況 都能夠有個不錯的表現 令大家的確對下半年 或者往後的看法 都會繼續有個不錯的情況存在 所以你看到 這刻特別剛才提到 但就回來 價的跌幅是收窄一點 但當然你說這個業績叫好過預期 是不是可以令到價 繼續上漱或者走得很高呢 那時候它雖然是好過預期不少 真是挺理想的 但我對價來說 我相信是未必太大的一個即時設轉 因為畢竟你看到國安所過的 這段時間都叫力追回落後 在整個七月份才這麼多的話 其實都不排除偷步反映了這些因素 反而藉著業績之下 是不會令它跌得深 但反而有機會可能做一個整顧 或者叫做儲一些氣 然後到慢慢 可能當那個業績 即當成交是持續強的 到時來計算 才有個比歐在上衝的價格 都不出奇 所以便上即時來計算 以回大概225元左右 做一個支持 這位站得住的時候 我覺得後市還有條件 往上嘗試一試 港交所最新是做228元 跌了大約1.1% 另外和大家說 九倉亦公佈了業績 順利84.418萬 按年升兩成半 中期息64港先 按年升到大一成 Rafi把握時間 問7000 今天創新高後回軟 股價短線又怎樣看 短線會反覆一點 因為330這個位置都破了 真的不排除觸法的部分 都獲你來一場 再加上下星期業績 不斷都說過業績一定不是差 但只不過升了這麼多 除非要交出很大的驚喜 否則難推價繼續向上市 所以我相信短線來計 有機會可能是少少調整一下 初步來說 我相信看10天線附近 大概315這些位置 如果本身持續的 當然不是要大家這一下走 如果你想看久一點 至少325這些位置 如果不穿的話 都可以先拿著 那應否應該趁它回一回下來 在315元這些位置再進回 可以叫做第一柱 即是分到駐馬尾 這裡做第一柱 如果再下 有機會300元以下 才可以考慮第二柱 其實騰訊這個策略上看 和之前都沒有分別 都是逢低的級不級 相對中線的前景會比較好 好 這節麻煩Rafi 跟我們詳細分析 Rafi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股份 也沒有 好 先看看個市 暫時跌至184.27670點 現在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白環節 待會再見